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台湾迈入高龄化社会,有些人会雇用外籍看护照顾身体不变的长辈,有网友在医院等人时,恰巧听到雇主应感谢外籍看护辛劳,另外拿钱让外籍看护花用,让网友另眼相看。 网友在脸书报废公社分享,他在医院等先生在他时,刚好听到这个5000元给你,你先买阿妈要吃的东西给他,剩下的你买你的东西,看护表示,太多了,阿妈吃一点点而已,我的东西也很多,不用买了。 雇主听到在杜追加5000元给看护,让看护买东西,寄回家乡给孩子,还特别叮嘱没有把钱花完,不要回来,阿妈我先带回家,晚一点要回家再打电话,我去带你。 一旁有人见状好奇询问雇主为何这么好,雇主回复他很乖,很用心照顾我妈妈,有他在。 我妈妈身体愈来愈好了,他们赚的钱很少,还要被戳成,生活不好过,所以我给他多一点。 许多网友深受感动,两个都很幸运,一个遇到好雇主,一个遇到好看护,对看护,这样他就会更用心帮你,这就是所谓的互相吧,你把我家人当自己家人照顾我,当然也把你当家人照顾。 还有网友提出自己的经验,将心比心,不过这雇主刚好遇到好看护,有的看护很油条,我外公还在时,我们也曾经遇到一个外籍看护。 他跟我们就像家人一样,他的中文名字叫幸福,他之后回到他国家,还有寄信给我们,让我想到以前过阿公的看护安妮,还好友他照顾,大家才能安心工作。 谢谢他,甚至有外籍看护在台湾秘的如意郎君,即使离职人和雇主家维持朋友关系,以前照顾我阿婆的A卡,超用心什么都很主动,不用说,常常带他出去玩让他放假,跟我们家人也都很好。 阿婆往生后,最后也嫁个台湾的有钱男生,也是常回来看我们。 阿婆的名字 感谢观看